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午在政府總部 現請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16個政府主要官員都有出席午宴 除了一班舊議員也多了一堆新面紅 民主黨、人民力量、公民黨等等的多個泛民議員都沒有出席 梁振英致辭的時候說祝賀新一屆議員身體健康、工作順利 以及希望大家共同更快建設香港 也都期望行政立法的關係有好開始 而在午宴開始之前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和社民連的梁國雄 分別向梁振英提上請願信表達訴求 當中梁國雄要求梁振英撤回國民教育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以及保證不會阻撓保吊船啟風2號出海 他之後就離開無參加午宴 至於新任議員工聯會家鄧家彪就說 期望可以再與局長商討政策 尤其我們議員比較多 雖然局長都齊齊了 但是都歡迎他們再個別在不同的政策局 尤其是我們工聯會關注的政策上 再個別跟我們開會 他有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就標準公事立法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